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看,47号凭借各大体壮的优势,一上来就充劲十足啊 44号毫无招架之力,只能逃跑了事 比赛规定,在六分钟之内,率先逃跑者算失败 47号胜出 第一轮的第二场比赛是14号牛与32号牛之间的对抗 看这14号牛也是不屈不挠,沉着应战 看是否能抵得住32号牛的强大攻势呢 14号竟然把32号打得头之夭夭 看来这斗牛还真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秦逢对手 生死相拼 惊险的比赛 激烈的决斗 冠军争大赛在22号与8号之间展开 8号斗牛真不愧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面对各大体壮的22号,毫无惬意,主动进攻 经过了前几轮的拼杀,两头牛已经很疲惫了 可以说,现在两头牛拼的主要是耐力 谁能坚持得久一点,谁就有可能取胜 一番厮杀之后,22号有些力不从心 8号乘胜追击,最终赢得了胜利 好斗之旅之,海门斗牙 比赛规则 在三分钟之内,只要一方逃跑或低头 则认定为失败 16只山羊以抽签方式分为两队 蓝队和黄队 每队以淘汰赛的方式决出胜者 最后,蓝队和黄队的冠军再决出斗舞羊王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 两只羊似乎并没有马上进入争霸状态 难道是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待 要先摸清对方的情况再说 一番周旋之后 一场生动惊险的冠军争霸赛开始了 一号发挥自己个儿大体壮的优势 在咄咄逼人的态势中不断进攻 个儿小的七号则不予对手正面冲突 人家的战略是以灵活小巧的身段 来牵扯对方的精力 以此来消磨对手的耐心和意志 哎呀,这不光是一场身体的对抗赛 更是双方心理素质的较量 几个回合下来 他们还是难以分出胜负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谁会是今天最后的冠军呢 由于长时间的争斗 七号山羊慢慢已经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一直保持着昂阳斗志的一号山羊 最终以强大的进攻态势获得了胜利 斗志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战国时期就很盛行了 在苹果县 每到农贤季节 摆开场子斗一场 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不一场新的大战就要开始了 小时发现 比赛之前 斗志的主人给鸡爪子上方缠了一块胶布 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刚才给包起来 斗志打架呢 就是靠这个地方 如果不把这个地方包起来的话 有可能他们打架的时候会使对方的眼睛会给弄瞎 所以打架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包起来 保护安全 这只黑色的叫做旺仔 这只灰色的叫铁将军 他们一见面 一场大战就开始了 旺仔和铁将军打了一会儿 就把脖子互相缠绕着 类似于拳击中的技法 既能休息一下 又不让对手攻击到自己的要害部位 同时又可以循击突破 哼 真是没想到 斗志竟然会用拳击的手法 斗志一个回合30分钟 每个回合中间休息5分钟 一般来说 两只实力相差不大的斗志 至少要斗6到8个回合 也就是4个小时才能分出输赢 加油 第一次看 你觉得这东西怎么样 很好玩啊 很好玩 以前没看过 电视上面看过的 电视上面看过 这还是第一次看的 第一次这样是近距离的与这东西接触感觉怎么样 你感觉挺好的 挺刺激的 相当于前击菜 它被打得重重的一会儿 打斗了半个小时以后 旺仔的体力明显不支 第一回合结束 为什么对他吐这个水 让它降温什么 降温 现在降温 大哥你现在看这铁将军的状态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支持下一局吗 可以可以 胜利在望 胜利在望 大哥还有信心啊 你现在在干嘛 现在在按摩 按摩 这真的是在放松肌肉了 一般休息会休息多长时间 五分钟 五分钟 第二个比赛正式开始 哇 这个经过五分钟的休息啊 双方明显是恢复的体力 打的是不可开交 加油 加油 现在旺仔被逼到了四脚 斗鸡赛的输赢 判断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其中一只主动发出求饶的叫声 二是记得主人艾希基主动认输 三是生死在 倒地断气者为输 这旺仔是连脚带腿的一起进攻了 黑色的旺仔已经明显处于下风了 步履都有一些盘膳 为什么不打了呢 太瘦了 皮肥豆腐了 皮肥豆腐了 你有点身膨了 是吧 好 季王争霸赛的冠军那就是 黑将军 好 浩豆腐质 迎亲亲战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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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余游 小龙 林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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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 在宁津县 当地农民大都是虫农虫犯 只卖虫不玩虫 虫农做了蟋蟀以后 都是由虫犯拿到外地去卖 而亲自到宁津来购买的蟋蟀玩家并不多 为了让宁津蟀这块金子招牌真正的做成产业 柴湖店镇政府今年就组织起了全国蟋蟀邀请赛 怎么样 虽说这蟋蟀个头小 但是斗起来气势可不小吧 真是月上柳烧头 不斗不热闹啊 欣赏了热闹的打动场面 我们还是和小动物们来一个亲密接触吧 徒手掠去疯 你这么抓进去抓到蜜蜂了吗 抓到了 那它不咬你啊 不 因为你要慢 工作要慢 你不能一下子去抓 野蜜蜂可是会遮人的 但是他们捉野蜜蜂的工具 竟然就是自己的手 吉松新手先掏出的是野蜜蜂的巢片 抓到蜜蜂了 这上面有蜜吗 这个口味太小了 没有蜜蜂 那个小蜂口里面就是那种小蜜蜂是吗 对 为什么现在没有蜜啊 因为现在已经 基本上的坏鸡 基本上的坏鸡蜂了 这就没蜜了 吉松新他们说 如果是夏天的话 我们现在就能吃上美味的野蜂蜜了 把蜂巢片全部掏出来以后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掏野蜜蜂了 慢慢的 你过来一下子就理解了 要慢慢慢慢的 哇 你说抓了一团蜜蜂 怎么感觉啊 有温度 有温度啊 有温度 你就是把它让它放进去了 对对对 它会进去吗 很进去啊 为什么 因为里面 你叫我老婆啊 你叫他 他怎么那么有意思啊 你看 一变一变的就上去了 它自然就回去了 我行吗 他会遮我吗 不会 可以 你先试一下 我打算试一打单 他们说要我要这种青草 先搓一搓 手上去掉一些人的气味 这样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遮我 真的是热红红的一团 然后到我手上爬洞 我现在试着 跳过去 你不跑脸上了 没事 然后没压着 它是它 它是不紧的 然后 然后 先先推 毕竟你另一个 推进去 我手还进去 是吗 进去 突然转了 哦 那就是 哦 这样 哦 这样 这样才就是 哦 真的很有意思 很神奇 然后那个地方 手上热红红 暖暖的 鸡松青告诉记者 野蜜蜂育虫最适合的温度是35摄氏度 树洞里基本会保持这个温度 而目前外面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 所以记者才会感觉手上的蜂团是热的 为了给掏出来的野蜜蜂保温 鸡松青脱下外衣 把竹篓包起来 这些蜜蜂这么温顺啊 不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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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即便是这样 记者发现 慢慢的 刚才还老老实实 待在竹篓里的野蜜蜂 几乎全都飞了出来 根本无法控制 你们也躲这么远 你们怎么了 现在 是不是现在已经蜜蜂开始发火了 是啊 它没找到蜂王 蜂王在里面 到处找到蜂王 蜂王在里面的话 在找蜂王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呀 蜂王抓进去了 它就是自然就是全部进去了 所以现在也要慢慢的找蜂王 是吗 鸡松青告诉我们 在野蜜蜂发怒的情况下 一切行动都得更慢 否则非常容易被遮 那蜂王在哪呢 还不明确 现在还 那蜂王长什么样啊 比这个长 比这个低一点 比大一些 比它要大要长 对 俗话说呀 擒贼先擒王 抓野蜜蜂的首要工作 也是擒王 因为蜂王 是所有这些野蜜蜂的妈妈 他们都是通过气味来寻找自己的妈妈 所以 只要把蜂王放进竹楼里 其他的野蜜蜂才会乖乖的钻进竹楼中 可是树洞里的蜜蜂成千上万 怎么样才能找到蜂王呢 野蜜蜂极度护潮 可是 村民吉从青和吉从心 就要徒手把整窝的野蜜蜂移回村子里 现在 又让成千上万 已经发怒的野蜜蜂 乖乖地进到竹楼里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抓住蜂王 但是 要在密密麻麻的野蜜蜂里 找到蜂王 寒何容易 究竟 该从何找起呢 严蜜蜂怕烟 烟一熏 就会从树洞里飞出来 但是 以产卵的蜂王 一般不会离开蜂巢 就从青兄弟俩决定 用烟 把洞里的野蜜蜂熏出来 以便找到蜂王 这就是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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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啊 就起回 你看 找到蜂王了 这个就蜂王 哦 这就蜂王 嗯 嗯 嗯 的确都是比它黑一些 的确都是比它黑一些 更要大一些 嗯 只要带个蜂王 你看其它的蜂蜂它就过来了 你看那里 哦 真是真是 这秦贼先秦王 咱们秦到王了 嗯 果然蜂王一进竹楼 大陆的野蜜蜂就渐渐少了 竹楼里的野蜜蜂慢慢做了起来 嗯 不知道尾蜂的 不知道尾蜂的 到里面已经一团了 嗯 兄弟俩把树洞里其余的野蜜蜂也捉进了竹楼里 蜜蜂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那捕到的野蜜蜂又该如何让他们乖乖的在村里按家呢 看来蜂王还是关键 那不用封它那个口吗 必须要封好 要不然它就会跑的 那为什么封好它就不跑了 因为它知道这样比较安全了 需要封好它就安全 你们都是用这种枯树的桶来给它做窝 对 一般就是用这种 用枯树做的封桶是野蜜蜂喜欢的环境 蜂王也就乖乖的带着他的孩子们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怎么样 这徒手裂蜂的绝技是不是为您的中秋佳节增添了几分甜蜜呢 但是这蜜蜂可不只是能带来蜂蜜这么简单的呀 这几天阴雨连连 我们非常担心因为气温较低蜜蜂不会肥受蜂香 可是没想到这些小家伙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看到蜜蜂啊 我们一般人可是避之不及 不过呢 也有人不紧不躲 还专门想找遮 您相信吗 现在我就和朱大哥来体验一下这个蜜蜂的延伸产业蜂疗 这个现在大夫呢就要给朱大哥先做一下皮饰 他光说他不疼 不疼没治他 我都没说不疼 他说不疼没治他 他不疼 要是治他你在你胳膊上做个皮饰我也不怕呢 好吧 没关系 蜂苗采用蜜蜂尾饰作为针具 依据经络原理 在患者穴位实行蜂针刺激而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 用大白话总结一下 就是上门找蜜蜂车 要哭就哭啊 要哭就哭啊 不要忍着 你不知道 这真的可疼 真扎的 真扎的 你不跟你说像那个扎的特别特别臣的 你觉得他扎进去多深啊 我觉得把扎 把胳膊扎透了 有这种感觉 不行 不行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快点快点快点 这我做皮饰的 挺冷了 这光说15分钟 通了 经过皮饰 朱大哥的体质可以接受蜂疗 因为朱大哥前两天打球 扭伤了腿 所以在这里正好用蜂疗试上一试 我们看到 医生夹住蜜蜂的腰部 对准朱大哥的腿部穴位 此时 受到威胁的蜜蜂出于刺位 就用针刺人 将蜂刺停留15分钟左右 让蜂毒慢慢进入疼痛部位的穴位 由于蜂毒内 还有多种钛 酶 氨基酸等 因此可以以毒攻毒 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越在松千兆 中秋享风聊 朱大哥可真是勇气可嘉呀 而在神奇的村庄里 还有很多神奇的乡村生活 也一定会让男人大开眼界 泥上开飞船 泥梦船 剧船是明朝抗窝名将七级光所创 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村民们也称它为泥马 泥土自行车 在铜奥村 家家户户都有柠檬船 有的甚至有好几艘 平时经常坐这个柠檬船嘛 对吧 哪天都要坐的 哪天大概都要坐这个船 老做多长时间啊 一般的就是有这个中途吧 一个一个潮水吧 退去 进来 铜奥村是洞头县紫菜的主要产区 当地村民们大多数都以养殖紫菜为业 每年的八九月份进入准备阶段 郑大哥都要驾着尼蒙船 去自家的紫菜田里搭架子 有着几十年驾龄的郑大哥告诉我们 驾驶尼蒙船首先要摆正姿势 左脚先跪在船内准备好的泡沫垫上 两手握住固定的把手 就像骑马时握紧的缰绳 另一只脚用力的往后蹬 你可别瞧瞧这个简单的动作 也是很有讲究的 摊涂上的泥很软很滑 如果用蛮力往后蹬 脚会陷入泥土里难以拔出 必须正确找好用力点 用后脚掌分离 才能驶船顺畅前行 刚才我看这个师傅滑得特别快 我自己下去体验一下 发现其实没这么简单 你看这个我跪在上面 现在跪的腿已经跪酸了 我现在刚滑了不到五分钟 就非常非常的累了 红托的制作首先就是选羊 以成年的工山羊为最佳 并不是所有的羊都适合做红托 红托制作的第二个工序 就是拔掉羊毛 不过在正式拔掉羊毛前 必须严格遵守三件事情 第一就是要保证羊皮 暴晒24小时以上 其次就是采用传统手工手法 缝制羊皮 保证整个魂托有良好的密封器 第三就是要用嘴吹气 为什么非要用嘴吹气 而不是用气筒打气呢 人口里的二氧化碳能够保证羊皮不腐烂便知 不过这用嘴吹气可不光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 火候要拿捏得恰如其分 要不然魂托里的臭气就会冲击人的呼吸道理 拔羊毛看似简单 但却是整个魂托制作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 由于曝晒了24小时以上的羊皮很脆弱 用力不均或者力气过大 就会损伤皮子 一不留神 整个羊皮就成了废品 魂托制作的第三个工具是去脂肪 最好的办法就是就地取材 用黄土去掉羊皮表面的脂肪 在这里黄土高原上最常见的黄土也能派上大用场 魂托制作的第四道工具是鼠皮 鼠皮是整个魂托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它的成败决定了魂托的使用年限 水、碱性盐和胡麻油按比例分别装进魂托里 马上就好了 它这个油和盐对这个皮子有什么作用 颜色主要是多用皮子嘛 把皮子说完了嘛 它不复来不复不回嘛 老上说 碱性盐和胡麻油既能让羊皮变得柔软 又能达到理想的密封效果 匀肃的摇晃能让盐和胡麻油更好地渗进皮子里 这样就做好了 好了 上次吃的太阳包菜 这个包菜包在多长时间 这个是个人败左右 一个魂托的制作就这样完成了 七到十天后 单个的魂托就成了一个羊皮筏子上的一部分 那像这样十四个羊皮筏能有多重啊 这个要本时进败 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 它还能坐多少个游客呢 最多就是住上多少四米 这就是福利也好 咱们游客也不屁股也不湿了 经过了解啊 我知道羊皮筏子呢 体积是小而轻 而且它的福利呢 也是非常好 所以才能作为古时候的一种水云工具 在黄河上行驶 那我现在也下河 乘坐一下羊皮筏 感受一下它的乐趣 刚上了羊皮筏子呢 我觉得还有一些要注意的 一个呢就是细心 第二个就是胆大 这个真看不出来 这样一个一个羊皮拼成的 这样一个小筏子 也能在黄河上行驶 心里边还是有一些 害怕的 坐在羊皮筏子上 黄河两岸的美景尽受眼底 在不远处 就是文明侠尔的黄河石灵 眼前的美景让记者陶醉 坐在筏子上呢 不仅能看到两岸这个美丽的风光 而且我低头就能看到这个黄河水 从这个羊皮胎中 空隙中这个缓缓流过 我一伸手呢也可以透过这个木条 摸到凉凉的黄河水 这个坐起来说实话 还是有些个屁股的 因为都是用这个木条搭建而成的 筏子客刚才告诉我呀 现在的黄河水情不像之前那么险恶了 但是为了游客的安全呢 还会选择在一些水比较浅的地方行驶 做羊皮筏子体验漂流 并不都是波澜不惊的 羊皮筏子行到水流湍急的地方 着实让记者捏了一把汗 好在罗大爷一高人胆大 才有惊无险 羊皮筏子带动了龙湾生态旅游的发展 而勤劳朴实的龙湾人 在用他们的真诚与善良 面对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在这个拥有独特地理优势 和自然景观的黄河拐弯处 龙湾人在用他们独有的方式 带动着白银市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 狂欢模拟黑 模拟黑刚一开始 无数的泥把被人们抛到空中 撒到每个人的头上 两队比赛的人马被跑来抢泥的游客 冲的是七零八落 几个家庭也被冲得见不到人影了 看来我们这比赛 暂时没法进行下去了 人们争先恐后的 把泥巴抹向对方 点点着急的召集队伍 可跑来抹他的人 让他也持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了 我现在来的全球不太远远了 我现在来的全球不太远远了 模拟黑原则瓦族的传统习俗 在过去 每到重大节日或是贵客临门 瓦族部落都会把这种叫娘部落的黑色泥巴 抹给对方 以表达祝福 而且抹得越多 祝福越多 随便抹得越黑 说明你受人尊敬 人愿好 久而久之 这个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就演变成了如今的 模拟黑狂欢节 这不是夜果羊龙吗 最小的他也被抹得像个泥猴 还不时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 再过了一会儿 点点又找到了叶蒙和他的母亲 还有他们的一些小伙伴 队伍找的差不多了 虽然人马不是很齐 但比赛已经在两队之间展开了 别看小家伙们人小 可是在家门口作战 点点很快就有点抄架不住了 因为彼此之间都和我的分不清了 偶尔也会发生点自摆乌龙 自家人抹自家人的事情 小张了一会儿 看来也分不清个胜负 随着广场上响起欢快的音乐 大伙也随着摸你黑的乐曲 跳起了舞蹈 大优优独播剧场上响起欢快的音乐 Kris lives avez Chicago 还eight上响起欢快的音乐 说明快的音乐 相対忄讀大优独播剧场上响起欢快的音乐 咱你们大优独播剧场上响起欢快的音乐 酱话 لم我们系列文说是大优独播剧场上响起欢快的音乐 长发第一村 长发第一村 一米五 快赶上我的身高了 你现在去问一个 大姐您这个有多长 一米四 这个都是一米以上 我今天知道来长发村 还大了个家伙 我得量一量 最后多少 两米一 零不及时的两米一 再量一个 大姐我量了你这个 你不要发烧 你不要发烧 你拿这个多少 更加奇特的是 不仅他们头上的头发长 这下也摆着一束一束的长发 这些是为什么呢 大姐 这个头发是您的吗 是我的 那这个为什么剪下来的呢 可以把 最18岁剪下来的 这个是18岁剪下来的 所以把我们平常 一根一根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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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瑶女自幼就有续发的习俗 长发对于她们来说 象征着富贵和长寿 所以她们特别爱惜自己的头发 医生当中只有在18岁时剪一次头发 剪下来的头发要结成发束保存好 平时梳理或者洗发时掉下的残发 也要一根一根的珍藏起来 整理成树 而这两把头发也都要盘在头上 形成一个完整的发际 那么这一大把头发到底会有多重呢 两三斤呢 两三斤 哎呦 那个真诚 非常粗的一把 你自己不觉得这个头发很重吗 不算了就好了 一把一米多长的青丝 一把18岁时剪下的长发 一把平时梳洗掉落的残发 红瑶女要把一生的头发都盘在头上 发多发长则意味着服长瘦长 所以这头顶上两三斤的重量 已经成了他们甜蜜的负担 而头上不同形状的发际 也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大姐你这个头发我看 这个头衔特别的那个 那个特别的奇怪 这是什么造型啊 这是乌龙盘法 乌龙盘法 未婚的女孩子不能露出头发来 对 就是结婚了 然后成织了 动房之后 然后成织了 动房之后 对对对 那谁是第一个看见你那个头发的人 可能是新郎 哦 新郎 红瑶女有三种发型 一种叫做乌龙盘法 是结了婚 生了小孩的妇女所盘的发型 一种叫做螺丝发 是没听过小孩的 已婚妇女所盘的发型 而未婚的年轻女孩子 只要用方巾将头发包起来 只有在新婚之夜 新郎第一个看了她的长发以后 才能把头发盘在外面 红瑶女的头发 不但以她的长度出名 还以其乌黑柔顺的发质 让人惊叹 虽然她们的头发有一米多长 但都是乌黑龙粒 一梳到底 几乎没有分岔 那么在这天下长发第一寸 究竟有什么养发护发的秘诀呢 大姐你这是洗头呢 我真的洗头 你这个是什么洗发准啊 糖米水啊 糖米水啊 你们平时都用这个洗头 不得了 没有什么洗发准是在的吗 不用了 从来不用过那个老水发进的 养发秘诀之一 糖米水 大姐这个是山前水吗 对啊 看你用这个水洗头 它不凉吗 啊 这个是东南下凉的 这个泉水 哦 东南下凉 那你们是那个 都来这洗头发吗 哦 都来这里洗的 养发秘诀之二 山泉水 在黄罗瑶寨 女人们洗头发 从来不用市面上出售的 洗发水和护发素 而是用自己配置的桃米水和天然的山泉水来洗头 一拟多长的头发 刚用山泉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一输到底 非常的柔顺 那么这个桃米水里面拥有什么奥秘呢 这个瓶子咱们自己种的瓶了 哦 是自己种的 嗯 这要喝多久啊 你要喝多久啊 你要喝多久啊 水已经浓了就可以了 哦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水就是自来水吗 哦 自来水是泉水 哦 是泉水 嗯 这就可以了 可以了 嗯 要倒到那个后来给它沉淀 因为桃米水非常的浓 像米浆一样 所以我们用的话都要滴一片的水 用滴一片的水 那个那个那个 比较沟的话也比较浓 放这个罐子 哦 这个罐子 哦 这罐子我看有年头了吧 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哦 一直就去烧这个 哦 烧这个汤米水的 对呀 哦 它这 它这罐子 要一直放在这个火边上吗 哦 一直放在火边上来烧 发酵 发酵 桃米水准备好之后 第二步 就要放到炉边的罐子里加热 另外 还有加入橘子皮和茶敷 也就是 茶子榨油后的渣子 一起来加热 直直发酵 看你熬的特别像奶茶 啊 有点酱满浓浓的哦 你来闻一下 有点酸 有点酸味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 桃米水加橘子皮 再加上独特的这个茶菇的 茶菇 嗯 熬出来的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姚寨 长发女的 羊发护发的蜜方 酸酸的 据说还可以煮鱼吃 神奇村庄里有神奇的体验 神奇的生活 自然也少不了神奇的美食 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一起 葡萄美酒夜光杯 神奇美食马上催 射峰虾巴虫 大哥 您在盒里捉什么呢 虾巴虫 什么虫子 虾巴虫 虾巴虫 您是不遗嘱的吗 是 那您今天捉到这个虾巴虫了吗 这个都吧 虾巴虫 虾巴虫 头里头是什么 来 是 我看一下 诶 很像蜈蚣 蜈蚣吗 咬人吗 咬人 会咬人 会 那有毒吗 没有毒 啊 硬在这个地方 这是他的头部吧 对 颈部 拿这儿吗 对 哎呀 我看一看 真的很像这种蜈蚣的形状 然后头前面是很硬的 那种褐色的壳 后面是发黄的这种 哎呀 我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虫子 这个虫子形状丑陋猙獰 还能吃 难怪点点会感到不可思议 虾巴虫可是这里不一族的传统美食 这种虫子就生长在小溪的石头下面 浓咸的时候 村民们就会到小溪里捉上几条 说话间 黄师傅就捉到了一条 下面特别是要水稍微小一点枯的地方 虾巴虫又叫爬沙虫 是一种昆虫的幼虫 在西南部分省区的少数地区有分布 成虫把卵产在河边石头缝隙中 在合适的温度下孵化成幼虫 许多人认为 这种虫子具有药营价值 对治疗老人体虚 小儿药床有疗效 有着动物人生的美誉 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吃啊 这个首先用盐把它搓一下 这个是沙均黑锅 让它把镀里的脏东西吐出来 到现在这个程度就可以用清水清了 略微清洗之后 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 把虾巴虫从头或者尾部掐掉 再顺势把虫的镀线拉出来 这样才能算是彻底清理干净 再次清洗之后就可以下锅了 虾巴虫最好使用茶油来做 这样可以使虾巴虫的味道更好 现在就吃的也是一个味道 如果带过来脆了之后呢 那又是一种味道 现在吃的什么味道 现在吃的它那个鲜味比较好 真的可以吃啊 可以吃啊 好吃 真的啊 你先尝一尝 你先告诉我什么味道 有那种它肚子里面的那种 我感觉你 不言而喻 你赶紧吃一发 我感觉你吃特别享受 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好像吃到它那个肚子的部分了 一吃咯噔一下 然后感觉一兜 兜肉 然后很有嚼劲 黄大哥说 虾巴虫是他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 现在只有在浓咸的时候 才会抓上几条尝尝鲜 杂鲜呢 是当地的一种招待贵宾的一种食材 是吧 杂鲜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 用精熟黄牛肉一公斤剁成肉酱 再把刚杀的黄牛护肠汁叶对水煮开 用纱布玻璃后备用 然后把新鲜的韭菜或者茴香切细后挤去水分 再配以香柳盐辣椒面味精等调料 把牛肉酱苦水再拌在一起 哎 即可食用了 而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牛苦水了 这个粉肠里面不是牛肉啊 是粉肠里面拿来熬它熬香了 然后用水调它给它冷了 这可以吃吗 可以吃啊 别人吃别人吃嘛 消炎啊 人家吃了 肠胃不好的都来找着吃啊 是有一种又苦又甜的感觉 但是还有一点臭臭的 不臭不臭 哇塞这个颜色看上去黄黄的 好吃了 折 这就可以了 好饭了 哎 除了撒撇 方大妈告诉小时 来这里啊 还应该吃一样东西 她决定让邻居方大哥带着小时去找一找 找虫子吃 披开了 披开了 多了 哇塞这么多 我白色的麻麻的 你要拿回去做什么呢 叫优势 炸就用油炸着吃 味道还是好呢 味道很好 嗯 早就听说当地歹族人有吃昆虫的习惯 没想到小时这回也碰上了 就是你们平时卖这个的话有多少钱 一般是五十一天的 这么贵呢 这贵不是烂糟了 一会就跟着大哥去他们家 然后去做这个竹虫吃 看看是不是真的像大哥说的那么好吃 好了 现在一桌子歹族的丰盛美食已经做好了 小时现在就要尝一尝 刚才跟大哥打的这个竹虫是吧 你不好吃 你吃 这个就这样吃吗 咬进去不怕 很脆的 你要不怕 你要不怕 开眼这个 但是我最怕吃虫呢 我不敢吃 美爸不敢吃 美爸不敢吃 干嘛叫我吃 你是外地来的吗 你要尝一尝鸡排嘛 好吃啊 嗯 好吃的 很脆 很脆 里边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空心的 美爸你刚才做的这个杂皮是怎么吃的呀 杂皮是苦辣酸甜 原来这个皮巴它不是直接吃的是吗 不是 是一种配料 是一种占量 哇 好吃 好苦哎 吃了半天 又是牛骨水 又是虾巴虫 这美食也真够神奇的 一到佳节 中国人就讲究吃鱼 因为年年要有鱼 即庆要有鱼 但是 您见过这样捕鱼的吗 巨王捕鱼 大家看一下啊 在我身后巨王捕鱼的最后一道最精彩的程序已经开始了 已经有鱼儿在跳跃 前面讲您能给我介绍一下现在有一个情况吗 这块鱼啊 我们是从这个不平坏下的 这块鱼人的这个过程中呢 有个比较大的 大概有八万多亿 雾 отнош 三位 就只有 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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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了后来,在这个风机的时候,之前的一种口号,我们叫这个拉瓦号,大家在这个鱼这个气体论的时候,大家这个统一这个口论,这个发生意义,改进这个我们的船舱。 把鱼进这个船舱里。 就等于一会儿这个鱼游进船舱之后,就被运走? 这一网就捞上8万金鱼啊。 这些鱼用活水船拉到赞养基地后,将统一销往全国各地。 按天岛湖鱼的市场价算,这一网鱼就能卖上160万元呢。 高鱼。 脚踩一对一米多高的高鱼,肩扛一把专用的大鱼网,自如地在海里面行走。 您没有看错,这就是金族一种古老的传统渔猎方式,高鱼捕鱼。 当鱼迹来临,特别是海峡到前海巡游的旺季到来时,是采高鱼捕鱼的黄金季节了。 这么大的浪子,他这个不会把这个人给冲倒吗? 像我们一般人就会被冲走了,但是他们是有功利的。 我现在看了都有点胆战心惊的。 金色的阳光洒在沙滩上,海风柔柔的吹拂着。 高鱼捕鱼这种极具视觉美的神奇记忆,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人的光顾。 您是从哪过来的? 我是从沙溪过来的。 你是不是以前没有见到过?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觉得他们厉害吗? 厉害,脚啊我就不行。 撩着脚,进去都打不住。 你好,张哥。 你好。 我想问一下,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我们是从甘肃过来的。 那你看了以后有什么感想? 真的不可思议。 感觉好像踩着高鱼。 在我们那边踩高鱼就是唱戏之类的东西。 高鱼捕鱼的奇特有趣,令大家大开眼界直呼过瘾。 不过,您能看得出,这些踩着高鱼,伸手敏捷,动作迅速的渔民,竟然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吗? 大爷。 我刚刚看您这个表演了那么久,您累不累啊? 有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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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啊? 辛苦啊,有了。 辛苦啊。 很辛苦啊。 很辛苦。 你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捕鱼吗? 对对对。 想问一下您今年高手啊?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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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七十四。 哇,你太厉害了。 我厉害。 大爷,你好厉害。 哇。 你好。 哇,你看,大爷你好高啊。 大爷,你今年高手啊? 七十。 七十四啊? 哇,大爷满口的惊讶。 你太厉害了。 我崇拜你。 哎,这位大哥踩着高鱼,侧立在大海中。 这pose摆的可够帅的。 您这是干嘛呢? 好美啊,这什么姿势啊? 这是这个刚才有一个双脚,连着鱼鞋的,这么美啊。 这是休息的姿势是吗? 对对。 哦,你刚才有捕到鱼吗? 没有捕鱼。 我看看,我看看。 哦,没有啊。 高安宁大哥今年五十岁,是高鱼捕鱼的传承人。 现在,当地绘制像古老记忆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但高大哥还一直在坚持。 高鱼捕鱼这种类似杂技表演的捕鱼方法让人大开眼界。 不过随着现代化捕鱼作业的发展,高鱼捕鱼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面对即将消失的记忆,我们怀着深深的前进,用镜头和文字把它们如实记录下来。 并希望换起更多人的文化保护意识。 这又是拉锯网,又是采高鱼,终于捕到了活蹦乱跳的大鱼。 而在中秋节,还有一样不能不吃的美食,那就是大闸蟹吧。 这虎蟹是不是也像虎鱼一样的撒网呢? 哎,你看,你看,这师傅拉上来的,这个网里面,哇,全都是螃蟹。 这就是阳城湖里的大闸蟹,这一龙有多少啊? 二十斤。 您瞧这一龙子的螃蟹啊,可真是新鲜。 蟹是颗正亮,各个手忙脚乱四处爬,还真有点秋风起于蟹鸟养的意思。 原来,捕蟹的网笼是提前放进湖里的, 龙子的一头拴上一个浮标作为记号,这样蟹笼就可以轻松的找到了。 一般什么时候放网啊,张师傅? 你讲说明天要盘蟹来,今天下午就开始放下去。 这个螃蟹每天补一次,如果说你在天气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补两次,就是黄昏的时候补一次,天亮的时候补一次。 因为黄昏是螃蟹最容易动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发现,张师傅怎么把刚刚捞上来的螃蟹又扔回湖里啊,这不是白螃蟹了吗? 那你像这只螃蟹呢,还没有真正的长起始。 你像这只螃蟹,我们就不拿起来了,直接把它放在这里。 扔回去了。 再长几天它就起始。 公蟹和母蟹有什么区别啊? 公蟹和母蟹呢,最明显的它的齐不一样。 母蟹是圆起,公蟹是尖起。 就是说这儿有尖尖的。 它是尖起,母蟹是土圆形的圆起。 那么,怎么看大炸蟹是否成熟了呢? 怎么看这个螃蟹已经成熟了呢? 首先从它的外表,它的光机度一看,它的光机度够亮。 看它光机度好了,已经好了。 第一关过,第二关用手指拿在这里, 然后用两个指头捏捏这个脚,是不是硬了? 硬了也好了。 这个母蟹看哪里? 看这里的厚度。 这里的厚度跟这个壳有没有跳起来。 如果说这个壳跳起来了,有一点的距离的, 证明这只母蟹已经长肥了。 您瞧,上面这只母蟹的蟹壳边缘已经撑开了, 说明已经成熟了。 而下面这只母蟹的蟹壳边缘却还没有长开, 这说明里面的蟹环还没长饱满。 它这弓蟹又是怎么挑呢? 弓蟹这两点,冒得很重,摸上去有明显的感觉。 就鼓鼓的。 鼓鼓的。 您认准了,就是蟹齐根部的这个位置。 摸起来越鼓,说明弓蟹越丰满。 弓蟹的这个脸部,这个属于它的脸, 这个脸部有一点微红。 就是这个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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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螃蟹肯定是,肯定是红糕。 那么这个螃蟹呢,我现在可以, 线材可以给你打开来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哇,哇,真的是。 这个红的全是蟹糕。 除了成熟度,还要看螃蟹的鲜活度。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大闸蟹放在地上, 看它爬的是不是快。 另外,鲜活的大闸蟹,腿特别有劲。 把它肚子朝上的放在地上, 可以很快的自己翻过来。 如果快洗了蟹,就没那么大劲了。 在阳城湖啊,吃大闸蟹,您知道, 大伙最常做的方法是什么吗? 一般的我们做法呢,是蒸跟煮。 咱们先学这个,怎么蒸大闸蟹。 我印象当中,我们家每次啊, 我妈都是这么直接放进去, 然后背朝上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大闸蟹的蒸法,一般的情况下, 都是要像这个大闸蟹捆好以后, 要放在锅里,要朝天的这样蒸。 哦,就是说,是要肚子朝上。 肚子朝上。 这是为什么呀? 这个大闸蟹里面有油,有蟹膏有油。 那么这样蒸的时候, 它里面的油不会流出来。 全是藏在这个壳里面。 对,对,对,注意点。 下面的锅里面要放生的这个, 生水。 放热水蒸的时候,它容易断脚。 加点黄酒。 黄酒。 这个每次上稍微喷几天就可以了。 姜片。 也是取含用的。 等它上气了以后, 就是水开了以后, 大概12分钟左右。 12分钟啊。 您记住了,12分钟。 如果是煮螃蟹的话, 同样是要用凉水。 撒上黄酒和姜片之后, 吴师傅又放了一些盐。 就是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煮螃蟹的时候, 要直接把盐放进去? 螃蟹煮出来有味道。 有一点咸味在里面, 带着螃蟹最好吃。 那煮多长时间呢? 大概10分钟左右就过了。 10分钟。 您看这一大盘子刚刚出锅的羊城湖大炸蟹, 就摆在我的面前了。 哇,里面蟹糕真的是特别饱满。 而且这里面是肉白四玉, 高黄四金。 赶紧尝一尝。 我发现蟹糕吃起来的感觉, 就像牛奶一样, 非常的香浓鲜滑。 然后蟹黄的感觉, 吃起来有点像鸭蛋黄, 不过是越嚼越有味。 说实在的, 刚才我都舍不得咽下去了。 不过因为大点蟹是性寒, 所以吃完之后, 您别忘记了喝上这么一杯姜茶, 来暖暖胃,去去寒。 您好, 您好, 这是您的茶叶水。 啊? 茶叶水? 这不是用来给您喝的, 这是用来给您洗手的。 是大扎蟹手上有腥味吗? 哦, 吃完大扎蟹用茶叶水来洗手, 就是为了去腥味。 原来是这么回事。 都说吃蟹讲究文吃和武吃,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咱们先来说说这武吃。 武吃, 吃的就是下手抓。 吴师傅, 这吃大家先怎么吃, 才能够又省事又过瘾啊? 那么就趁热的时候, 你把这个, 把那个腮先取掉, 腮里面, 中间有个腥, 这个腥呢, 它那有一个是五角腥的东西, 比较寒的东西, 要去掉。 要去掉, 整体好几周, 你就开始可以吃了。 先吃蟹黄。 那么怎么下手呢, 你先把这个大拇指, 腮下口, 这个肉口, 里面有个味的, 那么这个是不好吃的, 里面的黄, 要趁热的时候最香, 最鲜。 就是里面的蟹黄和蟹膏啊, 一定要在这个热乎乎的时候吃。 说完了五吃, 咱们接着说蚊吃, 当下呢, 吴师傅给了我一样东西, 说这个里面呢, 就是蚊吃要用的东西。 诶, 这又是钳子又是茧子的, 盒子里怎么全是工具啊? 感觉这跟蚊吃, 可是巴刚才打不着啊。 这一盒工具啊, 有个名字叫蟹巴茧, 这些工具呢, 就是用来吃大闸蟹的。 您瞧, 这个呢, 就是夹这个蟹熬的, 就是前面那两只大钳子。 他们俩啊, 是在一起的, 就是把蟹熬呢, 敲开。 这个小勺呢, 就是专门吃蟹黄和蟹膏的, 这样吃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优雅呢? 难怪叫文吃呢。 这个剪刀呢, 是专门用来吃这个蟹饺的。 您瞧啊, 这两边呢, 给它一剪, 还有一个配套的工具。 诶, 这个, 直接呢, 从中一捅, 您看看, 这个蟹腿里面的肉就出来了。 这个秋季吃螃蟹, 可以说是一大美式, 可是到底什么人可以多吃? 什么人需要慎吃呢? 中医认为呢, 它是一个性寒, 但是它能够通经络, 立关节, 所以凡是腰腿疼啊, 特别是这个跌打血伤以后, 尤其好。 高血压, 啊, 高脂肪, 这个, 高血糖, 还有高尿酸的人, 脾胃虚寒, 哮喘, 过敏性的皮炎, 一定要慎吃。 中医叫它, 通经活络, 活血化瘀, 所以呢, 孕夫, 还有月经过多的人, 不要吃。 都说食物相克, 那螃蟹又和什么食物, 不能混着吃呢? 不能和柿子, 石榴, 容易形成结石, 南瓜呀, 红薯啊, 因为它本身就不容易消化。 另外一个, 像梨呀, 啊, 啊, 这个西瓜呀, 等等, 这些良性的物质, 不要在一起吃。 吃完了这个蟹, 一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茶。 另外, 专家要提醒您, 死的荷蟹可千万不要吃。 荷蟹死了千万不能吃, 因为荷蟹呀, 它是一个扎食动物, 如果它死了以后, 那么这些细菌呢, 就会迅速的大量的繁殖, 所以就成为, 它的身上还有大量的细菌和有害物质。 中秋到蟹飘香, 一桌丰盛的中秋大餐终于被齐了。 而在中秋, 除了吃螃蟹, 吃月饼, 很多地方还有打瓷巴的习俗。 但是, 再神奇的村庄里, 这打瓷巴, 可不是一般人能上手就做的呀。 。 周翔, 你不是带我来看美食的吗? 这海高桥, 这又难道是挺热闹的, 但是跟美食无关呀。 来,咱们过来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 这里面这是什么东西呀? 这瓷巴。 瓷巴。 海高桥, 在这打瓷巴。 真是第一次见, 真新鲜呀。 这高枪我觉得都踩不稳 怎么还可以打磁巴 您多大了 我七十三了 不是越来越佩服您了 大叔告诉记者 他踩高枪打磁巴 已经有六十个年头了 他们看上去很年轻 你们练了多几年 这个高枪估计有多高 有十年一米 像我这样的能会吗 能 真的假的 不会是在鼓励我吧 真的能 真的能呢 我想试一试 两个脚要剃的要分开 打磁打磁 打磁打磁 喊良打磁 来大家鼓励一下 好 可以 分开一点 脚要抬高 脚要抬高一点 脚要分开一点 谢谢小老师们 我现在想着他们每一个人告诉我的这个秘诀 你看现在我可以一个手在行走了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我手里面缺少一个支撑的 所以站不稳 我要去打那个磁疤或许能够站得稳 因为这个磁疤你看它底下 有一个固定的身体的 小艾你真牛 刚学会走高车就能打磁疤了 那是啊 来师傅 交个起来 我脱了你们的后腿了 真的很抱歉 我不得不放弃了 真的不是你一两天能够跃出来的 现在的本事呢就是 可能是我第一次常吃 紧张得加上泪 而且腿还有一点麻 有一点不太喜欢了 谢谢我这些可爱的妹妹们 高销打磁疤是合传二郎镇的传统活动 从明清时期开始 目前二郎镇有一百多位采高销打磁疤的能手 每年迎接中休节时 当地二郎镇的百姓就排起高销打起磁疤 现在高销打磁疤 已经变成合传一项独特的民俗旅游活动 大家得几个人一起的共同团结合作 然后才能打出这个磁疤来 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 打出这个磁疤味道一定会更加的甜美 可口好吃就是 你说的对 但是这个呢是半成品还不能吃 这个才是咱们最后做出来的成品 怎么样 好看吧 打出这个半成品以后啊 然后给它塑个形 然后放油锅里面煎也可以炸也可以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口味 拌上白糖或者黄豆面 撒在上面就可以吃了 来试一下咱们合川的美味 尝一下 这个磁疤的感觉呢 它这个外皮有一点脱疤的感觉 脆脆的 然后里边呢又有咱们瓷疤的这种 木的感觉 多吃点 神奇村庄美 月圆万家欢 美丽中国乡村行 带人在神奇的村庄中 上美景 品美食 妖明月 再次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中秋快乐 从云海西部的山河庄里 到潮涌东方的海江湾里 多少生命 多少心情 多少气氛 多少波波生机 从冰冰冰雪飘的北国风光 到鸟鱼花香的锦绣天地 一路花坎 一路不与 一路风光 一路云西 一路雄 一路雨 一路雨 一路龙 一路雨 传递着就故 和美好的街 一路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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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路雨 对心里 对中国我爱你 传递着中国 和美好的情 情 快活林里有一群不可思议的猪 它们拉车游圆 跳水游泳 跨栏钻圈 还能和人进行拔河比赛 这群特立竹形的猪 有哪些奇特之处 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美丽中国乡村行 济阳快活林亲子之旅 敬请收看